大家好,我是小熊草 今天我要做的影片是Story卡幻境试炼里面的难以打倒的恶敌 也就是30等的关卡 没有错,我们是来还愿的 我们现在已经60等了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60等的人到底会怎么打这个第一关吧 那我们白位是直接普及,黑位是直接认 那金位的话是金阶的卡努拉 如果你是卡测齐全的玩家的话 那你通常会用金阶的雪尔森配上一消可以有群体伤害的角色 来触发参谋的雪尔森 他自动发动整队的一消的效果 所以看到板上名列前茅的600分队 几乎都是用雪尔森当作参谋 那我们这边作为代替 是卡测不齐全的玩家会怎么打呢 我们就是会用有群体伤害的角色来过第一关 那通常只要选用一支就够了 因为60等的话 不管是哪一支群体伤害角色 随便放一下群体伤害都会死哦 所以配合我们蓝阶的雪尔森 他的参谋效果是自动发动金位的二消 我们就可以配合鳄鱼的一消 来达成每一关都有群体伤害的效果 这一关的血量比昨天的第一关血量高哦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诺瓦一消933的伤害 把他们给歼灭 因为他们血量大概都在2000附近 就是2000多一点 2500然后3000整 1700之类的 那如果想要看详细的血量的话 可以去给我们的关卡资讯来看一下 那反正就是要接近2500的伤害 会比较够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才选用了鳄鱼 OK 感谢小拉查大的发言哦 他是在讲说我们用丽莎就不是低配啦 如果换成奥斯塔也不是低配啊 但是那个影片的话 其实丽莎不是重点啦 就是就算不用丽莎也可以过关 好那如果第一个找到他是在哪一部影片留言的话 只要不是小拉查大本人 你们就可以点一首歌 在留言下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这边配对聊完了 配话也聊完了 我们就已经到了第四关了 一样每一关都是一个黄魂的消除 就可以结束这一关哦 这一头狼就是血量最多的 是3075 那马上就要到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的话一样哦 他们的血量甚至没有这个蓝高 所以一样是给他一个一消金魂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卡给带走了 那分数就会是我们预期的495分 说明一下我们之后的发片策略哦 我们可能会先把60等的DJ关卡发一遍以后 我们在像之前一样慢慢的发60等的关卡 但因为我们以前是打不过 然后有打过就会发 现在是都打得过 那如果有厉害的分数我们就会发 接着就来到难以打倒的恶敌的最后阶段了 他们现在是在死亡反击 我们就拿到了我们预期的495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啰 祝大家都可以抽到离获全 然后每次幻境试炼打开的时候 都是四黑魂四白魂四黄魂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在左下角按赞 右下角按订阅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啰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